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 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 这个单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您在幕会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您可以提供您的问题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单元栏目 大家集结各方的意见 或者是大家的想法 我们可以集思广义来看看 怎么样的来面对 好那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 其实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那么应该说是我亲身的经历 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并不是我自己本身有走过的 而是我听到的 你听到的 我觉得类似的故事也是在教会里面有发生 所以今天我想定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身为牧者 牧者可以因为事物性的判断 价值是非对错 我们可以有一些情绪 难免嘛 耶稣也有生气的时候 牧者可以有一点凶 有的时候会生气 但是不能没有心胸 不能没有心胸 这个胸跟那个胸是不一样的 对 虽然发音是一样的 但是字是不同的 那么心胸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么为什么我会讲这件事呢 因为日前我也听到一个故事 在教会里面发生的 就是这间教会呢 牧者就慢慢年纪越来越大了 那么因此呢 就希望可以有传承 很好啊 把教会的各样事工 牧养的事工 可以把它传承下去啊 那教会的牧者呢 就开始找新的牧者 特别找年轻的牧者 那这间教会 很感谢主 那找来这位年轻的新的传道人 无论在各方面的表现 在分享神的话语 在关心弟兄姐妹上面的 都非常好 非常受肯定啊 那么弟兄姐妹也都很喜欢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 但是有一回 有一回在聚会里面 特别分享感恩的事项 教会原本的牧者就发现了 怎么弟兄姐妹感恩的 感谢的 除了感恩神 感谢神之外 感恩跟感谢的对象 都是这位年轻的 新的传道人 功高正主 宣兵夺主 可是不对啊 教会不是基督是主吗 那么怎么办 那这间教会的状况是呢 于是原本的牧者 就把这位他自己找来的 新的传道人 想把他搞走 想把他搞走 那怎么搞走呢 因为也很矛盾嘛 这个年轻传道人是我找来的 那我要怎么样把他请离开呢 而且他也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啊 而是您刚才所说的 虽然教会是基督是主 可是呢 在有的时候我们牧者 因为本位主义啊 等等啊 我觉得好像我 对方是功高正主了 觉得对方呢 好像宣兵夺主了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主 我们也是主的仆人啊 那这位牧者呢 他就联合了外来的牧者 那外来的牧者呢 就把讲台当炮台啊 后来就联合 然后找理由 就让这位年轻的牧者 就离开了 那于是这间教会 就有在十多年 二十年里面呢 就不断的在这个 周而复始的文化里面 就是没有办法找到 合一的传道人 而且呢 教会就有一种文化 就是新来的人呢 一定不能够 表现太好啊 否则呢 就没有办法存活下去啊 是是 哎呦 我觉得很难理解 这种事情啊 因此我们在 身为教母的童工啊 也的确在这方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胸 可以比较宽阔 有一句话说 有容乃大嘛 是 那么我就看到一段经文 是在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这段经文提到呢 保罗说 哥林多人啊 哥林多人啊 那么也许学者都会告诉我们说呢 哥林多人啊 在这里是一个呼格 呼格啊 所谓的呼格呢 意思是呢 呃 当一个人心灵被搅动的时候 嗯 不管是喜怒哀乐 然后呢 他在指称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用呼格 比方说芳华 嗯 名字是芳华嘛 是 那如果希腊文里面 芳华是呼格的话 就是 芳华啊 哦 是怎么了 芳华啊 就是这种呼格 有情绪的角度 发生了什么事啊 对对对 那所以当用呼格的时候呢 他的情愫是很深的啊 那宝罗其实在称呼 他所写信的对象啊 很少用呼格 嗯 那么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一节是用呼格 所以翻译是哥林多人啊 啊 那么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 呃 保罗也是这样说 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他因为加拉太人的无知而 好像有一个呼喊啊 那么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也是呼格 菲利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 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寿寿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 那保罗是一位感念 嗯 深情 是 菲利比人的友善支持 伙伴陪伴 所以他有一个呼叫菲利比人啊 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第十一节 保罗情绪被搅动 他说哥林多人啊 哥林多人啊 嗯 他非常的深情 他要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保罗说 我们对你们 口是诚实的 心是宽宏的 嗯 什么叫做口是诚实的 哎 就是我说话都很诚实吗 其实不是的 那么保罗在这里用 两个完成式来表达他的爱 一个是诚实的 这个动词 一个是宽宏的 口是诚实的 心是宽宏的 是另外一个动词 宽宏的是另外一个动词 都是用完成式 完成式的意思就是呢 这动作是在过去 过去就做这个动作 可是呢 影响力持续到现在 是完成式的意思 保罗从过去 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的口就是诚实的 心就是宽宏的 那口是诚实的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诚实的 这个希腊文 Anail game 他是打开的意思 我的口是打开的 我的口是打开的 也就是保罗 对于哥林多的信徒 他没有什么话不能说 他是无所保留 不说的仆人 他什么都说 什么都说 所以他可能一方面呢 是在教会的 教义的教导上面 他什么都说 毫无保留 没有留一手 另外一方面呢 他跟弟兄姐妹 有一种 清亮透彻的交流 他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无所保留 不说 无所保留 不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呢 他对哥林多的信徒 心是宽宏的 其实宽宏的 这个希腊文 Pemp Latum Thai 他是被拉宽的意思 被拉宽 我的心是被拉宽的 当然这个被动语态呢 也表示了 需要倚靠神 神才可以把我们的心胸 给拉宽 但是回过头来说 保罗跟弟兄姐妹说呢 其实我对你们呢 我的对你们呢 没有什么话不能说 我无所保留 不说 而且我的心是被拉宽的 我的心胸是宽大的 保罗就凸显一个信仰群体 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一个是坦诚说话 一个是心胸宽大 心胸宽大 那么常常啊 我们就容易陷在一个状态 就是 心胸不够宽大 在马可福音呢 第九章 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 第38节到41节呢 有一回啊 约翰就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敏感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你发现了 当约翰跟耶稣这样讲 因为对方跟我们不是一伙的 是 可是他竟然也可以奉 耶稣的敏感鬼 那么门徒就不能够接受 可是耶稣反倒告诉约翰说 心胸宽一点嘛 心胸宽一点嘛 对方也没有抵挡我们呢 也很欢迎我们呢 那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耶稣也告诉门徒说 要有一个宽大的心胸啊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7节 其实耶稣也是面对到 一些敌对他的犹太人 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7节 记载是这样说的 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哇 心胸狭窄 心胸狭窄到耶稣为什么容不下 耶稣的道呢 耶稣讲的道一定是太好了 太棒了 而且指出律法的精神 引经据点 然后深入人心 但是敌对耶稣的人 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话 他们心胸狭窄 他们不愿意聆听耶稣的教导 不愿意顺服耶稣所讲的道 那回过头来 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保罗接着说 他说 你们的狭窄不是由于我们 而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 因此保罗要说的是 其实哥林多教会信徒心胸狭窄 不是我影响你们的 而是由于你们自己选择 让自己心胸狭窄的 保罗所表现出来的榜样 他一定是一个心胸宽大的榜样 在哥林多教会有保罗 过去也有 在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知道 也有基法也有亚波罗 保罗一定是欣赏对方的长处 一定不是好像为我独尊的那种态度 因此我就发现了在教会的牧养上面 我们对于传道人我们个人的生命 保罗用呼格 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 两个完成式的动词 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教会 是一个坦诚说话的教会 没有什么话不能说 无所保留不说 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活在这样的文化里面 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 什么话都可以说 那很好 我不晓得方华和先生之间是 有所保留不能说 还是无话不说 当然是无话不说 如果可以坦诚说话 我相信弟兄姐妹 把他各样的难处 家丑没有关系 这不是外 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都可以来分享 但是要营造一个教会信仰群体 是可以坦诚说话 不是牧者一个人就可以了 需要所有的会友 需要所有的器友 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 也要彼此保守秘密 为对方祷告 然后一起去营造一个 可以坦诚说话的一个群体 另外保罗说 很重要的 他用呼格 呼格来称哥林多人 我们对你们口是诚实的 口是打开的 心是被拉宽的 一定要有一个心胸宽大的榜样跟文化 所以回过头来 回到刚才所提到那间教会的故事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如果最开始这位老牧者 他可以是一个心胸宽阔的 他其实他的前半段做得非常好 他为教会找到一个接棒的人 找到一个年轻人 然后也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 可是很遗憾的是到后面 因为心胸狭窄的缘故 以至于就把他自己所找的 接棒人 传承者 就把他赶离教会了 后来我知道的是 这位老牧者也因故也离开教会了 教会就在一个很不好的文化的循环当中 就慢慢的没落了 很可惜 因此我们身为教母的同工 怎么样在心胸的这块 依靠神 我们靠自己可能很难 这也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节 保罗说心是宽宏的 他对弟兄姐妹心是宽宏的 原文的意思是 我们的心是被拉宽的 那个被动语态 指的是我们靠着自己 是没有办法把心拉宽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 在侍奉的过程里面 我们求神能够来拉宽我们的心胸 我们一定会嫉妒的 在人的软弱里面 看到有别人比我们好 看到好像美光灯就焦点在他的身上 我被忽略了 我没有被人看到了 我好像慢慢就下台了 但是我们让自己的下台的背影 是美丽的 我们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侍奉是被神肯定的 我们总是要回到我们侍奉的最初 我们是要讨谁的喜欢 我们是讨人的喜欢 还是讨神的喜欢 愿神赐福收听节目的你 就让这一次的教目支援 成为你侍奉的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